大家看这只小狗狗救回来了 救回来是救回来 但是它拉鞋 它拉的不是说那种像水状的鞋 它拉的鞋之后是 然后有接近 你看这布上面也拉上鞋了 它拉的是成块的 我怀疑是细小 这只狗狗应该是有病 主人把它扔出来了 应该是这样子的 初步判断是这样子的 先给它测测吧 先测一下看看 先测一次 你才知道 希望你不是细小 如果是细小的话 真的你会搞的会让 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加削上加霜 希望你不是细小 希望你没事 希望你只是单纯的超颜 小黑别怕 别怕 别怕 有点困难 这测试有点困难 他胆子小 他胆子小 取样有点困难 别怕 他的鼻头湿润 鼻头湿润 如果不是细小就好说了 喂点消炎药 可能也是动的 别怕 给你取样 取样做个测试 乖 自己一个人不好使 你怕这还在干活 他可能会尖叫一下 哎呦 哎呦 我天哪 好新啊 哎 别怕 哎 你看好 好多了 好多的 这取样有点困难啊 小黑啊 听话哈 哎 给你取取样啊 做个测试哈 嗯 别怕哈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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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已经成功取样了哈 哎 别怕哈 哎 你也取完了啊 测试测试 超市那个人说给他给他好吃的还都不吃 是 我就觉得可能是有问题啊 我觉得可能是有问题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有问题啊 希望你有个小问题 希望你不是稀小啊 像他这么大的即使都让他稀小也有一定的治愈力啊 有的话应该是初期啊 哎 不对啊 如果是初期的话他不应该直接就是血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常年 超年是可能是比较大啊 不应该是薛块 但我认识也挺新的啊 嗯 嗯 嗯 新小测试开始了 这个新小大家不用担心啊 它是右拳的列领串来面 不是人数疯患病啊 不凡人一个人 但是也要做好清洁啊 自己要多注意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阿弥陀佛希望你没有事啊 要不然呢我就更难了 正在走线啊 正在走正在走正在走 我目前看到一个杠了 我不敢再看了 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啊 Oh my god 老天爷张眼睛啊 不是 不是不是啊 那应该是有长颜 为了消炎药 为了消炎药啊 打一点消炎针啊 咱有消炎针 直接就给它打上来一会儿 好 不是不是 其实是稀小的话也能 在我这也能治 但是咱这隔离不行 稀小的话 一定要注意保温 咱这保温 还有健康的狗都在一会儿不行 所以如果即使是稀小的话 也真的送到医院啊 哎呀 好事好事不是啊 好嘞 不是不是 不是的话就给你打一枝啊 打个消炎针啊 给你挪杀性来一枕 咱这个测试纸啊 其实也不是很准确 为啥这样说吧 它是病毒 病毒载油菌的量才能测出来 有时候在初期的时候也测不出来 但是也差不多 像油那种更精密的仪器啊 它那种测得更准 这种就是常规测试啊 基本上 基本上也没有啥事 我想的应该是没有啥事 如果说是的话 它不应该是水 是是是那种 接体 接晶式的靴啊 不应该是那种 应该是直接就是靴水啊 来 它鼻头也挺湿水的 我打 打一个打一个硝烟症啊 好乖的啊 就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喂饭了 也不应该 也不喂水喂饭了啊 浸湿 包暖浸湿 割离 就这样吧 割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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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